朋友们好,我是猴子,带你看城市中的老建筑 我现在位于大连西港区学习巷三号 面前的这栋有点哥特式风格的别墅建于1927年 砖木结构,地上两层,建筑面积总共有298平方米 由当时的日本人设计建造 日战期间曾作为日本关东军高官的住宅 目前看到的红色墙体是近几年粉刷的 前几年还是土黄色的,看一下原先的照片 这是同角度的对比照 除了更换了墙面的颜色 窗户也由原先的格子窗变成了如今的塑钢窗 哪种风格更好,大家心里各自评判吧 解放后,这栋建筑归属于了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 作为最高首长们的康复疗养之用 在1964年,这里住进了两位神秘人物 也许正是因为这两位神秘人物的到来 才让这栋建筑得以修缮和保存下来 这二位便是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和儿媳少华 现在来到了房子的正门 在门口的石柱旁边挂着一个牌子 写着毛岸青楼 据说,当年毛岸青和邵华就是在大连认识的,并结婚 由于身体的原因多次在大连疗养 就是住在这栋楼里 这张照片是当年在大连结婚时的一张合影 门前的这个石柱由于长时间的风化已经有一些开裂 这栋房子目前也长时间没有人住 看着有些荒凉 据说当年毛岸青是自带炊事员、管理员、秘书 还有司机来大连疗养 很少与外界接触 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很少有人知道 右侧上一段楼梯进入门廊 然后能够看到房子的正门 一楼的外墙还是采用石器的 和原来是一样的 这一侧还有两个飘窗 外墙上爬满了各种藤蔓植物的枯枝 看着有一些荒凉和阴森的感觉 这段楼梯还是木质的 估计后期也更换维修过 要不然这么多年风吹雨淋早烂了 尤其在这个楼梯位置 爬满了各种藤蔓植物的枯枝 这下面好像是一个仓库 像一个半地下室 现在上去看看 楼梯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就是看起来这里长时间没有人打扫了 门廊处的地面也是木头的 地上堆着两个门板还是窗框 像是从原先建筑里拆出来的 门廊前的这一面格子窗应该还是原先的造型 透过这个窗户看里面应该是空的 里面什么也没有 这栋楼也被列入了大连第三批重点保护建筑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下期见 拜拜 拜拜